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个当官的 不照样吃香的喝辣的 天亮 这段时间曾光还来过吗 没有 二弟这个人你了解吗 天亮 从小到大 我们一起玩的 我估计 杰梁的事就是他干的 二弟 这个人曾经在我手底下当过几天兵 非常狡猾 诡计多端 后来我让他当班长 可是他带了我的人跑了 上山为道 二弟这是 上山当土匪了 他也有兵装做的 上山为道 你不想干吗 你就没干吗 你不想干吗 我说你没干吗 你去干吗 那你准备到来 我去干吗 你去干吗 你去干吗 我去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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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干吗 我去干吗 快去 亮亮啊 这次我下乡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也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这农会为什么会像 干柴烈火闹得这么的凶 你想一想 一个产粮区 没有等粮食收割 十有八九的电农 就已经断粮了 民以食为先 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有大地他们家的田 分明是你爹趁火打劫 凭什么就这么给收了 那 那又怎么办 农民的科捐杂水 实在是太高了 必须迫使你爹和陈友财 他们减租 如实地向上级汇报 农村的真实情况 能行吗 只要政府下决心 我想那帮乡生和财主们 是不敢乱来的 我看那军官 家里肯定有老婆 现在当官的 哪个不是家里养一个外面包里的 隔三差五的两头跑 天亮 还有二弟的事 我想劝他下山 别再干拦路抢劫的勾当 对呀 好好劝劝他 这样哪行啊 兴国 万一 万一他不听你的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如果政府下决心 能让乡生财主们减租的话 我想 他是有可能听的 可如果二弟要是执迷不悟 一直与政府作对的话 那我只能灭了他 不行 兴国 二弟是个好人 你不能那样 你放心 天亮 我只想劝二弟下山 但如果他不听的话 看来只能是濒临丞下 才有可能打成丞下之梦 你的意思是说 非要打仗不可 不 我不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天亮 到时候我会让一个人来接你 你跟我一起去去二弟下山 好吗 行 但是你记住了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你说这些人他也不嫌累 他累啥呀 你老公还没那福气呢 他又敢这样 看我怎么收拾他 他又是大官你敢吗 我怎么不打 我要是知道了 我先说说那个小婊子 我还不相信你 对 还有 你交代是谁救大帝的那件事 我还来不及去调查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你 你 出来了 嗯 那你自己小心点 行 知道了 李姐 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交给你了啊 慢走啊 天良 光年 跟我回去 我现在 我现在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知道吗 我为了找你 我写文章登寻人启示 照遍了阳城的大街小巷 你难道没有看到吗 我看到 你看到什么了 你看到我的心在滴血吗 你看到这么多日日夜夜 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难道我们的爱情 只是一场梦吗 光年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我以为你是个 不会撒谎的人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看错了 这么多年的心血 这么苦苦地爱着 难道我爱的是一个 根本不值得爱的人吗 光年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你就是一个 不知羞耻 无情无义的人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 不管事情最后的结果什么样 到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 不用解释了 我已经很清楚了 这件事情 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光年 你现在的心情 我都能理解 我都能明白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每一天 每一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你过的日子还不好吗 有人跟你安排住的地方 有人给你送东西 你知道 你的邻居是怎么说你吗 对 他们很羡慕你 嫁给一个年轻军官 或者 或者就是一个二级胎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这一切跟星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跟谁有关系 你说谁 我现在不能说 为什么 你们要守心 守心 你配谈守心 进鬼去吧 你们看 这 这怎么走啊 这怎么走啊 这 这 这 那 这些人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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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香剿匪 一个土粉没抓 反倒嫌我收电农的珠子太高了 你收多少 老规矩 四六分呢 这帮王八蛋 花着我交的税 吃着我送的粮 这么对待我 这不跟农会一样吗 奴老爷 您先别急嘛 还嫌我急了 我跟你说啊 朱市长 这事你要是不管 以后休想从我这儿 拿到一粒粮食 好好好 你先别急 接六师 熊市长 熊市长 以后能不能让你那些 清香剿匪的部下少管闲事 奴老爷 你听见了吧 我又不聋 师座 是 我马上命令他 让他去剿匪 好 是 报告 好 辛苦啊 余团长 你来得正好啊 你小子在外面搞什么名堂 朱市长打电话给师座 师座把我臭骂了一顿 你赶快去剿匪 把部队带回来 别管那些屁事好不好 团长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下面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啊 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 那么咱们前脚一走 那些劫匪后脚又死灰复燃 永远都消灭不干净 这是你管的吗 啊 团长 这据我了解 劫匪就是 当年闹农会的农会会长陈二弟 当时就是因为奴老爷 占了他们家的田 他才离家出走 参加的农会 我想 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话 他就有可能下山 团长 长治久安 才是咱们真正的目的啊 扯淡 咱们是军人 军人就得打仗 不打仗 还养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命令你 抓紧时间去剿匪 把部队带回来 团长 可是下面这些 好了 执行命令 是 团长 可有一件事情 我想问问您 说 永和村的陈大帝 是谁把他救出来的 是谁把他救出来的 你想知道 小子 我告诉你 是奴老爷给了一百弹粮食 朱市长答应放人的 团长 我听说是警察局的叶局长 把大帝从监狱里头放出来的 扯淡 叶局长他没那么大能耐 你把这些财主老爷都得罪光了 你们当兵的吃个屁啊 二少爷来了 来往回顿 我要喝酒 曾先生 我们这里不卖酒 你就不能到外面给我埋几瓶吗 是是是 是 喂 喂 叶小姐 我是黄翰 黄翰 怎么样了 您反复我办的事情 我都已经办妥了 办妥了 绝对没问题 好 来 来 来 二少爷 来 慢点儿 小心点儿 走 二少爷 四二少爷 这是怎么了 他喝多了 快点扶他进去 来 来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姑娘 我挺感谢你的 要不是你把我带出永和村 我都不知道 其实外面有这么多新鲜的事 天亮 你放心吧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曾光远都会在你身边 天亮 我们是有海誓山盟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难道我们的爱情 只是一场梦吗 只要你能把他们救出来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让你离开光迷你愿意吗 警察局来人到我家送信 说三天内到牢里面是我的事 爹一听见起来 找到了爹把铁都送给他 托你爹进城来救人 你交代给我 是谁救大帝的那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去调查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叔秦 又救命 你醒了 你醒了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酒店的伙计把你送回来的 现在头还疼吗 我给你倒点水 来 谢谢 光年 发生什么事了吗 来 大爹 李长官 你来了 要不要我叫几个弟兄来帮你 不用 不用 不用麻烦你了 大爹 有件事情我问你一下 但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那 您说 你们家的大米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二弟派人送来的 不是 不是 你看这都是我家自己的大米 大爹 不久前你亲口对我说的 你们家已经断粮了 怎么你们家突然又有粮食了 还有那个黑大 他们怎么就赶在你们家大喊大叫的吃饭 大爹 我可是真心想帮你 还有天良 他专门为你的事情跟我说过 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呀 我实话告诉你大爹 二弟曾经在我手底下当过几天兵 后来他蛊惑了几个新兵跑了 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 可现在我得到的情报是什么 他带着几个人上山围扣拦路抢劫 这可是死罪 你赶紧去告诉他 让他千万别往死路上走 我希望他下山 如果他愿意可以回到部队继续当兵 如果他不愿意回家种田 我不会为难他 大爹 这个事情非常紧急 你好好想一想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有二弟的消息赶紧来告诉我 不去吧 你快去吧 你快去吧 这边有了 你快去吧 孩子 你快去吧 你看 你快去吧 我现在快来 你快来 走 不想写就不写了 没那么多为什么 你不能不想写就不写呀 你让范总编怎么办啊 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怎么突然觉得 你编得特别陌生 我现在觉得整个世界都这么陌生 你告诉范总编 光年已经死了 已经崩溃了 已经写不出来了 不认 光年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现在不说别的 先静一静 我凭心而论地说 我是最不喜欢看 永和村济世的人 但是现在眼看就要成功了 你突然间不写了 光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淑琴 世华告诉你吧 我找到他了 正如你所说的 他已经跟了别人了 他已经跟了别人了 就是那个李营长 难道 他不知道你在找他吗 他知道 那他知道为什么还这样做呢 真的不清楚 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 我就去找他 我去问他 我去问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别去 我不想再打扰他 算了吧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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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上了光年大孩子 我知道 光年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回报 我相信 是谁救出的大帝 很快就有结果 到那个时候 我会对光年说 你要当爸爸了 我怀孕了 上面已经坐不住了 让我们马上行动 可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 敌人都在他们那里 都在他们那里 都在他们那里 哪儿哪儿都有敌人 可敌人确切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伯伯 我们不懂 不用了 就电话 但是我们肯定是 造成了 母亲 好 习近平 现在啊 给év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还收你们 要是不想当兵 想种田 他也不会难为你们 我觉得啊 这李长官他不像是个坏人 应该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二弟 这会不会是敌人一个圈套 哥 上山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 上山的时候 上山的时候我挺小心的 应该没人跟着我 甭管怎么说了 哥 你先下山去吧 这里不安全 不不 二弟 你们就听我一句劝吧 人家 人家那人多武器又好 你们跟人硬碰硬 那准吃亏呢 行行行 听你的 不跟他们打 好吧 先下山去 小曾 送我哥下山去 那行 那你们安排安排 赶紧下山吧 知道 知道 千万别跟人家打 知道 知道 别让我担心 不打 不打啊 张娃 你现在马上下山去侦查一下 看看李兴国到底想干什么 行 李团长到 谭总 兴国 你怎么来了 谭总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证人 倒茶 不必了 师座坐不住了 又打电话催促 再按兵不动 你我都吃不了兜里走 谭总 这个事情咱们可不能 操之过急呀 他们的群众基础 比我们的要好 这次清香 老百姓不支持我们 行果 咱们是正规矩 还对付不了几个劫匪吗 谭总 可是我们的消息不灵了 你看 这儿也有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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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的情况呢 他们随时都掌握着 谭总 你想象一下 一个力大无比 却既隆又侠 而另外一个 并不是大理事 可是耳聪慕名 你想结果会怎么样 照你这么说 这清香剿匪 还能有结果吗 能 我认为 只要减息 减租 让老百姓吃饱饭 就能够有结果 你张口闭口就是这个 烦不烦哪 别把屁股做歪了 谭总 为什么一定要顾忌 那些人的利益呀 政府下达的军粮 他们赶不交吗 就那点粮税 顶个屁用哪 谭总 国家常年拥兵 劳密伤财 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我认为 咱们并不能做那些 执表不执本的事 蠢蛋 委员长都解决不了 你能解决得了吗 啊 兴国 看来 让你当一个小小的营长 还真是委屈你了啊 谭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别说了 明天 到奴老爷家赔礼道歉 赔什么礼 道什么歉 你还真把自己 当成什么东西吗 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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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令你 三天之内去剿匪 否则 你后果自负 报告 已经查清楚了 游击队在青山岭 那你们有没有被大帝 和游击队他们发现 没有 去吧 是 是 一连长 是 让你的队伍化妆成山民的样子 绕到青山岭后边集结 明天晚上 必须到达指定目标 现在继续 是 其他队伍 是 去帮老百姓收割 是 是 像钟 全都没有 像吗 然后你 以兜 兴 好 奴老爷放心 我已经下达命令 三天之内交费 报告 报告团作 李营长带着部队 正在帮老乡收割 什么 带部队去收割 好 下去吧 是 这李长官唱的哪出啊 气急光平寇 他妈的 他总是自以为是 早晚会吃苦多的 来 于团长别生气 喝酒 来 喝 喝 喝 来 二弟 来 警察院回来说 李新国带部队 帮电农收割稻子 收割稻子 对 你说李新国让大帝来 会不会是虚张声势 有可能 让他们继续盯的 行 一连在今天晚上 应该就可以到达址地的目标 二连长 有 带上两个班 四挺机枪 绕到青山岭的对面 封锁核电案东西两菜的小路 预防劫肺逃钻 是 大部队 明天佛晓 向青山岭出发 是 张才牟 有 你明天早上 去大同乡 找一个摆盐摊的 叫天良的姑娘 把她带到青山岭来找我 是 去吧 最后一道菜了 吃饭吧 你好 请问曾光年曾先生在这儿住吗 你们找他有事吗 我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 我们看了曾先生写的永和孙记事 他不仅描述了乡村田园班的生活 还讲述了农村各阶级人物的性格 同学们非常喜欢 我们这次来是想问一下曾先生 为什么不写下去了 还有 我们想邀请曾先生到我们学校 做一次讲座 谈谈他的写作感想 我不是什么作家 而且我也不会讲座 曾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 我真的不会讲座 再说了 我也没这个心情 曾先生 您要拒绝我们吗 光年 就别拒绝学生们的邀请了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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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怎么啦 老爷 部队都走了 走了 一个人有都没有了 狂八蛋 一定要交易子蛋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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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二弟 哥 二弟啊 我就说吧 我早劝你们下山 你们就是不听 今天早上起来 我回村的时候 我看见一伙当兵的 路过咱们村 直奔你们这儿来了 我就赶紧抄小道 给你们报个信来 问我们这儿来了 队长 队长 后山发现敌人 敌人 二弟 我们是不是被包围了 走 看看你 走 大爷 我们永和村济市 姑娘 永和村济市 庭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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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啊 好多人都问这件事啊 请问是奴天良奴小姐吗 是啊 劫匪已经被包围了 当兵长就是三天 你什么人要尽 你马上跟我走 雷营长 秦 请上车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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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的啊 叫我下来谈什么呀 对 现在我应该叫你成二弟了 是吧 两个选择 一跟我回到部队继续当兵 我可以既往不咎 二下山回家种地 我可以放你一马 不会有人围难你 如果说我都不愿意呢 好小子 当初我没看错你啊 理应长 你告诉我 我跟你回去 你能改变什么呀 你能让那些店户不再受剥削 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吗 难道你就要待在这个山头 占杀为王 干着拦路抢劫的勾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交租分田的事 可是你们现在应该相信政府 相信我李兴国 我答应你 成二弟 只要你带着你的人下山 放下武器 我给你一个说法 如果不然的话 我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给你五分钟 好好想一想 不用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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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带到 天良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天良 天良怎么上这儿来了 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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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下山 你下山了 星国就会撤兵的 我 天良 所有的利害关系 我都跟他们说过了 你再好好劝劝他 你再好好劝劝他 天良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二弟 你和星国都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看见你们互相残杀 二弟 你听我一句劝下山吧 有什么事情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 天良 你担心的那些事情 你要相信星国的为人 他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他是个好人 我向你保证 你干嘛要这么硬碰硬的呢 你看看 这是真枪真炮啊 你打不过他们的 二弟 你拿着这几杆枪 在山上算什么呀 你这是在和政府对敌 没有出路的你知道吗 天良 你不懂 是 李星国是个好人 我也承认他是个好军人 我也挺佩服他 但是你觉得李星国他一个人 能改变这儿所有的一切吗 你想改变什么呀 我想改变什么 我想让所有的穷人都联合起来 推翻这个不公平的社会 让所有的穷人都有饭吃 都有衣服穿 你还不明白吗 天良 这太危险了 你赶紧回去吧 干嘛 走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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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是去送死 你知道吗 准备战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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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饮鲜善后 红盏心动 看的消炎将我牢牢包围 肠子想念痴情思赎 醉 唯有回忆太美 梦境直不及防 从被打碎 少不尽是胡乱期待 愁愁的我 忐忑徘徊 趁你在幸福无限回味 不顾一切追悔 他与我 相隔千山满水 望不看梦境 泪痕在心底 麻木了痛 初习惯了孤独 道不明说 不轻微有心痛的痕迹 爱漂浮风中心 如影随形 愿望他的眼心 滴满苦泪 此情排悬不定 是否心相偎 旧日情资罪 我将守护到沉睡 往事终 终永世不分离 是否爱已失去 终有情难断 心如影随形 心如影随形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